跟大家宣布 不是遊記的原班主持 正式回歸 Hello 大家好 我是Yen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Tammy 好過沒有全女班拍不是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 荃灣一日遊 來到荃灣 大家可能會去南風沙廠 但其實有知不知道 原來荃灣也有一個 擁有200年歷史的客家圍村 所以第一站我們來到 三棟屋邨 我們立即去看看 GoGo 第一站我們就由荃灣地鐵站 步行到荃灣古屋里爾號的 三棟屋博物館 三棟屋是有200多年歷史的客家圍村 亦都是香港的法定古蹟 佔地2000平方米 大家來到一定可以有一個 既豐富又富有啟發性的體驗 因為這裡太大了 而且它有四面八方的樣子 全部都差不多一模一樣 其實不是 應該真的 以前的人在家裡都會當實路 應該不會吧 我記得除了幾個 Gina 霸餌 學生 靠近六個 比較多 神經病 神經病 靠近六個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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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天生 是神經病 那我小時候 我想弄一個放在我這房間的門口 讓我媽媽和小朋友寫信給我 聖誕節契,是嗎? 真的可以 這是雨傘 我們剛才沒有連到雨傘 有 我現在很興奮這些 不用買一把,但是很貴 九百多元 因為頭髮 我們弄這些 全部都是自己弄 這裏之所以要叫三棟屋宣 因為它在廚房的環樑有三條木 在支撐住 所以就叫三棟屋 對,名字超簡單 對,很容易記憶 另外它有分大房、二房、三房 以前有很多個老房 1、2、3、4 沒有記錯的次序應該是這樣 根據子孫不停擴建成建 所以它旁邊就是一些 common area 對,中廳好像是他們的 common area 對 但是很可惜就是我們來到這裏 它是遺棠屋宣 大家如果想來這裏觀摩觀摩 那就要10月底 好像是10月底的時候 讓它們可以再進行 讓它們在廚房遺森後開進去參觀 嗯,不要緊啦 這次沒得看,那我們下次再參觀吧 第二站我們就會由三棟屋博物館出發 直播行大概10分鐘 去到位於四碑坊14號的唯一雲貴村風味餐廳 這間在1993年開業 由地道昆明人開設的米線店 被網民稱為心目中全香港最好的米線 以雲南正宗酸辣湯米線為賣點 酸辣味強勁又濃郁 環境雖然狹窄 但乾淨整潔 還有一番情懷 我們剛剛去完三棟屋博物館 現在就來到吃飯了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們來到荃灣 會選擇漂亮的咖啡打卡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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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地選擇了這個地道的美食 就是吃米線 這裡是很有名的 很多米線的關注組也有介紹的 它就是雲貴村風味 唯一米線 我們已經叫它好東西吃了 就是這裡這些 但我不是太能吃辣 所以我都交給屎辣專員Yanis去試 我們先吃了 蒜泥包 它是超級... 超級爆多蒜 神經病 它就大到這樣 有口 手掌那麼大 豆腐也很咖啡 但是它... 很辣 我覺得它很有趣 它有些是甜甜的 然後辣才慢慢滲出來 但我覺得辣得挺過癮 雖然我要不停地搶這個 很辣什麼呢 這是這間店舖出名的酸重雲吞 但是它的樣子有點像餃子 跟我們平常吃的小小粒 鮮蝦雲吞有些不同 試試試 很大塊 即是很重酸菜味 很開胃 即是它的肉是入味 酸菜和豬肉的配搭是很辣的 好 現在就試吃這個涼拌米線 這個涼拌米線呢 它是要配合這些... 青瓜絲這樣吃 才好吃 對 這個是麻辣 它就會比較香 即比起酸辣 它就會比較香 有些麻味 有些花椒白角味 我自己會推介不吃辣的朋友 叫這個清湯 因為我覺得這個清湯很特別 不是白灑加水的湯底 因為它有些酸菜 酸酸味味很開胃 跟那個雲吞 酸菜雲吞是很像的 豬肚也好吃 因為它很煙煙韌 也推介這個蒜泥白肉 而且這裡的姐姐也很好人 我們問她有什麼推介 她也有推介我們吃 然後剛才Tammy問她們 有什麼是不辣可以吃的 她也有推介給我們 而且她還特意幫我們 分開了這個... 令上這個辣的肉 對 超貼心 我們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開始吃東西了 Bye Bye 兩位美女主持吃得這麼滿足 又是時候去下一個地方了 不過呢 嘩 上午的時候 突然大雨過Tammy 你說是否可以提早下班 嗯... 我還是問問導演 怎麼算啊 導演 導演 怎麼算啊 要走啊 導演 你笑到這樣 你說繼續走 那我們就繼續走 走出去中安街 搭302號小巴 在柴灣角街下車 走多三分鐘就可以到達 位於柴灣角街 38至40號的 傳統工業大廈了 好 今天我們就吃打飽了 現在來到我們最後一站 就是金工日常這裡做飾物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吧 期待期待 我會 好 現在我現在就開始做金工了 我呢 就會做這個手壓的 我會做戒指的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嘉嘉老師 為我們教我們這個金工製作 那我們現在就立刻開始了 我簡單介紹一下工具 前面就是風炒專領 然後是內火 稍後我們都會用火槍這個工具 我們燒的時候 就可以很安心在上面開火 退火就是為了令到那個金屬變軟 那就可以方便我們之後做pattern 或者是巧合不同的形狀 這裡就有三種不同的物料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紅銅、黃銅和銀 銀就是最軟最容易做pattern和扭 其次就是紅銅 然後最硬就是黃銅 準備 第一個圈 你是向外樓的 我是這樣 第二個圈 我現在也夠了 我覺得挺漂亮 這樣就平均了 很好 挺好 但我覺得自己 不會弄到Visica的圈子那麼漂亮 現在就準備 去收回頭和尾尾 等到戴上手的時候 不要太滑 就用這個 去塗 我們嘗試用一用這部炸鑼機 旁邊自己有一部炸鑼機 我們需要的炸鑼 已經放好給你們 看到兩位主持這麼用心 我們一齊來看看成品是怎樣 我們要做完我們的產品 是否很漂亮呢 我這部是水波紋 再加紐紋 一部炸鑼的銀手鑼 我就選了要這個霧面的打磨 而我這個就是一個 麻花的霧面戒指 不過想像中 漂亮 因為自己的手工比較差 所以我覺得做到這樣 都已經是不錯了 還有剛才GaGaMissi很好 她逐個逐個教我們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款式選擇 剛才我跟Tammy選擇 我們做什麼款式的時候都選了很久 都是花到我眼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 因為我這個是麻花蜜蜜 我就以為那個麻花是人口 就像平地人泵鞭一樣 泵在一起 但原來是有工具去輔助的 所以我就覺得 很輕鬆啊 做這隻戒指 做完飾物之後 還可以留下打卡 我們今天全灣一日遊 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comment、share和subscribe 還有留言告訴你 有什麼地方想我們去玩的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你看我的黑名字 黑得漂亮嗎 你黑我的名字嗎 喂呀 這樣說得不行嗎 扮上眼 Firmail禮物啊 神經病 你看看照片 真的嗎 對呀Firmail禮物 這樣樣子行不行嗎 看一看一看 你以為我送給Koba 我以為你真的送給Koba 謝謝Yanis 你以為你不想找到 我以為你會不會回到 casi 我感覺到